月薪不到四萬三的 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會怎麼建議說 大家開始去做投資理財 第一個你本薪收入的話 你就想可不可以增加 沒辦法增加你就要開一個專案 副業啊等等的專案 因為你如果不是公務員 的話你可以合法堅持嘛 那你就可以去做 你任何你可以賺錢的東西 對 那開源 你很節流 那不用講了 這個我覺得相信很基礎 那回過台 我就還是要設定你自己 做理財的一個目標 是要達到什麼 我覺得是要花最多的時間想清楚 理財目標設定好之後 評估你的風險屬性 做資產配置 第四個的話就是 建立一個你自己的投資組合 那最好是用低成本的ETF 然後再有你客人買自己喜歡的股票 第五個的話就是追蹤執行 然後定性的平衡